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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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景点 现在我是在广西天鹅县 向阳镇 是一个叫什么 刚新建旅游山庄来的 看我身后 这个标志就是在半岛上 建一艘船的标志 看一下 这个半岛是刚刚新建的 一个旅游项目 还没建好 是因为施金链顿阶的问题 所以就停止了 后来这个项目又准包给了 天鹅县本地的一个老板 以70万亿年的租金给包下来了 目前也是正在开发当中 目前来到这里收费的时候 一项就是钓鱼的每人20元 就刚才我来的时候就根本没有收费 因为我不是钓鱼的嘛 现在在这个四平的正前方 远住的坡上的 有楼房的那个地方 就是天鹅县的向阳镇的政府所在地 然后呢你看啊 这一片下来 全不是这个天鹅龙滩水电站的故居吧 刚才我在那边盯当地的老人讲 这一片水域原来在龙滩水电站建设之前是没有的 两边山下来 它是一个洼地 然后呢中间也没有什么河流 下面就是当地村民的田土 现在都被淹没在下面 现在有很多渔民来这里 呃养鱼 你看这个应该是网乡养鱼的 还有许多的钓鱼爱好者都来这里钓鱼 来这里面钓的就是要交20元 随便钓多少天 就是刚才我刚进入这个山双大门的时候 跟这个老板的父亲聊了一下天 呃他说呢 承包下来的这个半岛呢 这不含有这个水域的 是个水域的产权 他说是原来当地村民呃 就是说在这个水面水底下的田土 是谁家的 然后呢现在这个水域就是他家的 他就有权利管理这个水面 呃也就是说说捞鱼嘛 啊是他的产权嘛 好多那个村民他们都是因为这个 龙滩电站建设以后呢 把他们先移到现场居住了 呃但是在县城没有田土 他们有些还是围来这里养鱼啊 所以这个水面 谁家的田土 呃原来在下面的到什么地方 然后呢他现在的水域管理就到什么地方 啊刚才那个 那个老人是这样跟我说的 这个挺有意思啊 呃我想如果以后 谁来这里开发这个旅游项目呢 那还要像这个南无空的这个水域 要像当地村民要交一定的出境才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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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站要赶往贵州的旺末县 如果喜欢牙山浩宇的旅游视频 请在视频下方评论点赞加关注 拜拜